小小的同君光芒 我要他做好严 让他找 让他找 永远找 喀喀喀 喀 喀 喀喀 喀喀 我要他做好严 请不要这笔这小小广 我要他照耀 请不要这笔这小小广 我要他照耀 让他照 让他照 永远快乐晚童军 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又再次收听快乐晚童军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 是罗浮童军的介绍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 中华民国童军总会国家研习营的助理训练员 同时他也是台北市童军会的理事 那目前呢 是在淡江大学童军团担任总团长的江峰青 江团长 各位听众以及全国的童军伙伴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到 鸡鸣的节目上来朝圣一下 那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几年的一些经验 罗浮童军一般听众 或者是一般服务员比较不熟悉 因为像我们参与都是从幼童跟智林开始 所以这个罗浮童军先帮我们介绍 大家都知道 贝登堡先生在1907年 创立童军运动之后呢 就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加入这个组织 可是他当初创立的时候 是针对12到18岁的青少年来成立 那这些童子军呢 他慢慢的长大 到了18岁之后呢 突然发现他没有办法继续参加 另外一方面呢 有一些比较年长的青少年 也就是超过18岁的青少年 他们看到了在童子军阶段的这些人 好像童军运动是个蛮好玩 然后蛮有意义的一个运动 他们也想加入 但是不得其门而入 贝登堡先生他看到了这个需求 所以呢 他就在1918年 针对年龄超过18岁以上的青少年 来成立了罗浮童军 那罗浮童军他英文就叫做Rover Scout 那Rover这个字呢 他拼法是R-O-V-E-R 他在英文的意思是流浪者 遨游者或者是海上生活者的意思 Rover这个字呢 并不是说要青少年去从事没有目的的流浪 而是希望让18岁以上 这些青少年他们去做有目标的遨游 用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讲法 其实就是撞游这个概念 贝登堡希望青少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能够透过野外活动来认识大自然的奥妙 并且从中学会尊重大自然 然后透过深度的旅行呢 去认识各地的风土人情 以培养对人文和社会的关怀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青少年他可以跟自己的内心对话 在不断对话的过程当中 去厘清自我的价值观 帮助青少年呢 他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快乐健康 以及有用的世界公民 同时这个阶段的青年人呢 正好是要步入成年阶段 所以希望在罗浮童军的这段旅程呢 作为他步入成年阶段的准备 从此能够走向幸福的大道 让生命成为一趟有意义的旅程 风心团长简单介绍 当初这个罗浮童军成立的时空背景啊 那再来我们是不是聊一下 我国罗浮童军的发展 在民国13年的时候呢 我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陆营的代表团 他们因为看到罗浮童军在世界大陆营里面的服务呢 表现得可圈可点 印象相当的深刻 所以他们也想说 回国之后要在国内推行 于是他们在从丹麦哥本哈跟反国的船上呢 就开始讨论回国之后怎么做 最后决定要采用英译的方式 将Rover这个字呢翻译成罗浮 回国之后呢 便开始在国内倡导罗浮童子军的运动 早期的罗浮童军呢 他只遭受男性的青年 到了民国65年11月 当时的中国童子军总会 他决议呢要招收18到24岁的女性青年 而且把这个阶段的女性青年 他就命名为是罗浮之友 到了民国66年的10月 中国童子军总会又决定了 把罗浮之友这个名称呢 改用英文Rangeo的英译 改称兰杰同子军 所以到这个时候呢 我国就有罗浮跟兰杰同子军 一直到民国90年的时候 同军总会的会员代表大会上 才正式通过把兰杰这个用语取消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通通都称作罗浮 并且呢将罗浮的年龄延长到26岁 所以目前呢 我国只要在年满17岁到26岁 这个阶段的青少年 只要他加入了童军的行列 通通都是罗浮童军 罗浮童军他跟我一般比较熟悉的 智林童军或者是幼童军 或者是童子军 他的组织架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罗浮童军的组织呢 我们用群来当做一个单位 跟我们熟悉的团比较不一样 群里面呢 我们会设有一个群长 我们把群长视为一个准成人 所以说群长呢 就负担起实际上领导整个群的职责 那有的团呢会有设置团长 或者是顾问辅导等等 这些成年的服务员呢 他们主要不是负责实际上的领导 他们是担任顾问以及辅导的角色 他们负责呢 维持整个童军运动的价值 只有在罗浮童军 他们有违反童军运动的原则的时候呢 服务员才会出面的加以辅导 否则呢 平常就是担任顾问的角色 提供罗浮童军作为咨询 在群里面呢 如果是童军阶段 我们会有小队 可是在罗浮群里面 我们是用组来作为一个小团体的单位 一个群呢 可能会有两个或三个 甚至更多的组 原本的设计呢 是希望组呢 是依照兴趣来区分的 例如说有的罗浮 他们对伺候工程比较有兴趣 他们可以组织成伺候工程兴趣小组 有的人对野外拓荒比较有兴趣 他们可以组成野外拓荒兴趣小组等等 不过呢 目前许多的罗浮群呢 因为行政上的需求 所以他们还是会设置小队 那变成群里面有小队 也有兴趣小组 这两个小单位并行的情况 那目前我国的罗浮群呢 大多还是成立于各大专院校当中 不过随着社区团的发展呢 现在很多社区团 他们也已经有了罗浮 甚至呢 还有为数不少的罗浮童军 在社区团里面从事活动跟服务 封心团长罗浮群他的进程是什么 罗浮群他分成三个阶段 分别是见习 受险跟服务 见习阶段呢 通常是在一个团里面自己进行的 那他必须要遵守 同军的诺言规律名言 完成了高级同军的技能 并且呢 他本身要能够喜好大自然 愿意参加群团的活动 而且可以在野外享受野外生活的乐趣 最重要的是他能够以 同军的身份为人服务 不辞劳远 如果具备了这些条件呢 经过罗浮群里面的荣誉议庭 同意之后就可以由团长或是群长 举行公开的仪式 让他成为一个见习罗浮 见习罗浮 其实他是不是就等于是 幼童军刚入团宣誓的一个阶段呢 其实就是大学新生人 他以前没有参加过同军 他只要愿意 他就可以直接加入变成见习罗浮 没错 很多人在大学以前 他其实没有参加过同军 他上了大专之后呢 参加了罗浮群 不过因为他的身心发展 已经比同子军还要成熟许多 他学习同军技能也会快许多 所以我们对这些青年的要求呢 是要他们学会了高级同子军 所必备的同军技能之后呢 才可以帮他们举行宣誓典礼 让他们正式的成为一个见习罗浮 所以他们还是要补以前的 高级同军的技能 是的 他们还是要在宣誓之前 把这些同军技能学会 那同军总会目前正在推行 一套新制的进程办法 是把这一部分的考验变得比较容易 也就是他只要自愿参加 那他对于同军的制度发展的现况 以及同军礼仪 有了一定的认识 并且在他自愿参加的情况底下 就可以让他宣誓入团成为见习罗浮 这等于也是鼓励一些大学新生人 如果他没有参加过同军 他只要愿意他就可以加入 而不用说先去学很多高级同军技能 是的 就是先吸引他们进入 然后再来慢慢要求对不对 没错 最主要是要先能够吸引这些青少年进来 然后让他们慢慢的在各种活动当中 体会罗浮同军的乐趣 并且在活动当中 他们可能会需要一些技能 才能完成种种的任务 借此来引发他们学习的动机 进来之后就可以好好的再深入学习 那他们下一阶段就是寿闲罗浮 这中间有没有什么考验 还是什么规定才可以到寿闲 在完成见习之后 必须经过六个月以上的训练 那如果他的表现在生活言行 或者是服务态度 都能够符合我们同军精神 而且他能够阅读同军运动的基本书籍 提出心得报告 然后他能够参加群团的野外活动 能够享受野外生活的乐趣 并且在职权训练 自然研究社交活动 拓方活动跟同军技能上 都能够有显著的进步的情况下 所属的群团呢 就可以推荐他去参加县市同军会 或者是总会所举办的罗服考验营 那在这个考验营当中 如果他通过了这些考验 就可以为他举行守敬的仪式 然后再经过现身的疑点 成为一个寿闲罗服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服务罗服 寿闲罗服呢 他经过一年以上的学习跟成长之后 就可以在团内的荣誉评判厅当中 推荐他参加总会所举办的罗服考验营 在考验营当中呢 考验营会评断他的同军精神 领导统育的能力 服务奉献群体生活 以及他的专业智能跟人生理念 如果都可以达到服务罗服的合格标准 就会在考验营通过之后 公开颁售服务罗服章 那这个就是服务罗服的训练 请问风心团长 就是罗服童军他的训练跟活动 跟同军又同军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罗服童军呢 他因为属于准成人这个阶段 因为大部分都已经年满18岁 可是呢又还在学校里面念书 所以他们呢 是正准备要从学生身份 迈入社会人这个阶段 所以训练跟活动的内容 除了我们同军常见的野外活动 跟服务活动之外呢 也会特别强调 职前准备跟社交礼仪 这两个方面 在同军总会的规划之下呢 罗服童军的活动 包含了训练 学术跟服务 这三大的领域 如果要细分的话呢 又可分成同军技能 职前训练 公民训练 拓方活动 领导能力 自然研究 学术研究 亲职教育 休闲活动 服务活动 社交活动跟国际视野 这12项 刚刚风新团长讲到的训练跟活动 总共分为三大领域 12个项目 请问各学校 各罗服群 他们是这12项 都要进行活动与训练吗 目前每个群团 他们自己的活动 都相当多元 除了野外露营 是大家都有的之外呢 许多群团 他们会有各自的 发展的重点 例如说有的群团 他们去从事资讯教育 那有的罗服群呢 他们去做水资源的监测 有的罗服群 他们在伺候工程方面 就有特别的研究 那有的喜欢高山活动 或是喜欢海洋活动的 他们也会针对这些方面 来做重点式的发展 甚至呢 在目前 也有罗服群 他是以紧急医疗 作为他们群团发展的重点 还有许多时候呢 罗服群也会跟其他的团体 共同合作 比如说淡江大学的罗服群呢 就有好几年都协助校内的 盲生资源中心 举办四丈学童夏令营的活动 那我们国内的罗服啊 他们有没有什么大型的国内活动 国内的罗服呢 目前是主要以区域的结合为主 所以在国内活动呢 会有各个区的罗服联谊会 他们会举办活动 每一年呢 同军总会会举办 罗服群长年会 让该年度的群长有一个聚集的机会 让他们聚在一起呢 讨论他们在团里面遇到的困难 那同时也帮他们安排成长性的课程 在群长年会当中呢 他们也可以讨论 他们共同想要去做的事情 像两年前 在淡江大学举办的群长年会 群长们他们就共同决议要筹办 今年2014年即将举办的罗服大会 此外呢 在每个地区也都会举办 罗服考验营来协助罗服完成晋级 那近几年呢 除了考验之外 也有办一些成长性的营队 各区也会举办罗服成长营 那罗服大会就不用说了 他就跟童子军的大露营一样 是罗服童军可以参加的大露营 此外呢 罗服童军还有许多活动的服务 例如说童军节 社区童军大会 空中大会等等 都需要罗服童军去从事服务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节庆的服务 像是元旦的升旗啊 元宵灯会啊 国庆日等等 这些节庆的服务 罗服童军也会参与 那还有一个是童军大露营 他们没有办法去参加大露营的活动 可是他们可以在大露营当中 扮演服务员的角色 从事各种服务 既然国内就已经这么多的罗服活动 那我相信国际的活动 一定有更多对不对 是的 国际的活动也相当多元 目前大家正在报名的 就是2015年 世界大露营的国际服务团队 也就是IST 此外我国跟日本以及韩国的罗服童军呢 也组成了中日韩罗服童军服务队 他们曾经连续好几年到菲律宾去进行服务 那在服务当中呢 他们教菲律宾的小孩子 卫生教育 健康教育等等 他们去服务大概都多少天 然后都自费吗 是的 他们都是自费去参加服务 服务的天数呢 大约是一周左右 前几年他们在菲律宾进行服务 那从今年开始呢 在孟加拉也有组成一个团队去进行服务 在以前好几集的节目当中啊 其实有很多来宾 还有所谓的年轻伙伴 他们都说他们有参加 美国夏令营服务的机会 那这个美国夏令营 是不是也是罗服的国际活动 是的 美国同军夏令营国际辅导员计划呢 是许多罗服同军他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活动 那他们经过我国同军总会的甄选 然后呢 就可以把履历送到美国各个营地去旅行 一旦那个营地录取他之后呢 他就会在暑假期间 飞到美国去进行两到三个月的服务 这个服务呢 我听去过的人讲 可能在那个营地里面 只有他一个人会讲中文 所以他在服务的时候 根本没有讲中文的机会 连做梦的时候 他讲的都是英文 这个活动呢 是自费参加 不过在美国的营地会给他一些津贴 足够让他在美国期间的生活所需 所以基本上是自费 然后会给他每日的一些领用金就对 是的 那除了美国之外 还有其他国家吗 对 在欧洲呢 也有相同的机会 我们也会选派一些罗服同军 去参加欧洲同军辅导员计划 那他们实际上也是在营地服务 不过在欧洲地区的服务呢 除了暑假之外 也有人去申请短期 比如三个月 或者是一整年的营地服务计划 他们可能就会在那个营地里面 待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基本上他们征选 除了语言能力以外 在同军技能上 有没有特别的重视 语言能力是一定要的 不过这并不是语言测验考高分的那种 是只要可以跟国外的同军沟通而已 那在同军技能上呢 其实只要具备基本的同军技能 那能够用英文跟人家介绍 这样就可以了 知道还有个世界同军的青年论坛 这个就是比较静态性 对青年论坛是让同军有机会聚集在一起 讨论跟青年自己本身有关的事物 那参加者就是罗浮同军 刚好是18到26岁中间 论坛的举行呢 完全是青年人他自己去掌握的 成年领袖基本上是不会去干预 他们可以在青年论坛当中自由的交换意见 然后学习彼此的特长 使青年能够得到参与决策的机会 台湾今年要举办罗浮大会嘛 那国际罗浮大会呢 世界总部他也有举办世界罗浮同军大会 那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罗浮活动 参加的年龄是18到26岁 这个世界罗浮大会他的地位呢 其实就等于在同子军阶段的 世界同军大录影一样 他主办的目的主要是要让全球的年轻的成员 有一个交流的机会 第一次的罗浮大会呢是在1931年举行的 从1931一直到1961年呢 每四年会举办一次 这期间呢曾经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并没有举办 在1965年到1982年呢 世界罗浮同军大会他曾经停办 而改用世界罗浮大会年来取代 也就是让各地的罗浮呢 他们去办各地区的罗浮大会 那在1985年 世界同军会议就决议要恢复 以往的罗浮同军大会 那此后呢就大约是每四年举行一次 比较特别的是在2004年 我国有争取到主办第12次世界罗浮大会的机会 那一年大概有2500多位的参加者 他们先在桃园林口那边集结之后呢 分成很多条路线到全台各地去进行深度的旅行 跟特色的活动 最后才在花莲东华大学的主营区集结会师 这个活动应该是目前我国同军总会举办过的 最大的一场世界性的活动 那也是中华民国罗浮同军发展最高潮的时刻 下一次的罗浮大会呢 将在2017年的7月底在冰岛举行 罗浮伙伴们如果到时候还符合年龄的规定的话呢 大家不妨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起 风新团长大概把整个罗浮同军介绍完毕 那一般大学生如果他从小玩同军 他自然到了大学他就会参加罗浮同军 甚至有人会因为你们淡江罗浮很有名而故意去念淡江 如果他是大学新鲜人 他从小到大都没有玩过同军 你怎么吸引他们加入 我想一个18岁的青少年从小没有穿过制服 大学突然叫他穿同军制服 他一定会很别扭 那这个招生是不是很困难 对其实招生的问题也是我们相当关注的一个部分 我曾经问过几位罗浮 他们为什么会留下来甚至一直的参与 每个人给我的答案都不一样 有人说他因为看到了我们玩刀服 觉得很帅很有趣 有的人他觉得搭伺候工程很有成就感 也有罗浮他是因为看到我们去带幼童军活动 幼女童军活动 觉得这些小朋友很可爱 带起来也相当有成就感 所以留下来 所以说吸引罗浮童军留下来的各种理由都有 那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罗浮童军活动相当的多元 他不像一般的社团 他是针对着单一的主题 在我们的群团里面 每个群团他们在开学没多久都会办迎新活动 来让新生对这个群团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以产生认同感 同时我们团里面也会分小队或是小组 那这个小队或是小组他们也有各自有特色的活动 那在他们组长或是队长联络新生来参加过程当中呢 慢慢的他就会凝聚情感 然后让新生产生一个归属感 此外我们常常参加服务的活动 或者是我们在办理活动的过程当中呢 这些青少年他们会觉得自己有所成长 然后觉得很有成就感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是大专的学生他们可能是离家在外求学 我们同军呢就给人家一种大家庭的感觉 他们在这里觉得有家庭的温暖 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留下来的 风轻团长在淡江大学担任总团长已经很多年了 觉得在大学螺服跟我们常常看到的智林六童 觉得差别在哪里 螺服同军呢他们本身已经到了成年人的阶段了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他们视为成年人来看待 那团的经营呢或是团活动的设计 主要还是以螺服同军他们自己去讨论 自己去执行为主 服务员呢其实扮演的就是一个顾问或是辅导的角色 我们会比较注重螺服同军他们的活动呢 是不是有违反诺言规律名言 或者是在安全上有没有疑虑 或者是在经费上会不会造成严重的损失等等 主要就是他们在为人处置上 适时的给予一些建议 如果有比较严重违反同军规律的情况 服务员也会适时的挺身而出去 告诉他们这样做是有问题的 然后让他们加以改进 所以这样讲带螺服同军 如果没事就比较轻松 对可以这样讲 因为螺服同军的服务员 你自己不用去设计团集会或活动 可是呢你要承担团办活动的各种风险 我们常常讲万一今天这个活动有问题 可能是主任委员要出面去道歉 或者是总团长要出面去道歉 这是比较不一样的 其实像我们在带童子军或幼童军 我想机民团长也知道 主要的活动团集会都是服务员设计好的 是团长跟副团长一起来执行 所以很多种种的因素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也许我们就比较不需要提心吊胆的去办理活动 螺服同军有时候服务员心脏要大一点 要强一点 让他们自己放手去办理这些活动 常常我们会发现罗父同军他这样做也许是有问题的 可是你要让他自己去面对问题去尝试错误 让他在还没有进入社会之前就能够学习到这些经验 那将来他如果离开校园 有了这经验之后 他的表现可能就可以比同侪或是同期的青少年更为杰出 关于这点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体验 就是当你越说不可以的时候 其实他们越会认为是你不懂或是你在阻止他们 尤其大学生属观意识会更强烈 对其实我们自己当年当螺服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我们都会以为自己的想法就已经对 那自己的做法就已经是最棒 那唯有自己实际上去做过之后呢 你才知道有哪些方法是会有问题的 不过大部分的情况 以我们团来讲 学校里面也是有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这样子从学长姐慢慢的传承下来 所以很多的问题在罗浮童军 他们自己就会有做好传承的工作 其实呢也是在分摊掉部分服务员 所应该去负责的工作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封星团长个人的童军经验跟资历 封星团长参加童军运动也十几年了 担任总团长也有九年的时间了 个人对童军运动有没有什么想法跟心得 个人呢是在国中升国山那一年去参加一个营队 那这个营队是由童军来带的 那我就觉得当童军好像很好玩 所以我升上高中之后呢 我就去报名了参加高中的行议童军 参加行议童军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已经上大学的学长 他们呢还是很乐意的回来 教我们童军的知识 童军的技能 以及野外活动的技巧 我觉得这些学长呢 他们可以这么热心的 回来教导学弟 将来我也希望我可以像他们一样 所以上了大学之后呢 我很自然的又加入了罗夫群 那就在罗夫群里面呢 继续的参加各种活动 为什么会当服务员呢 第一个我觉得这个运动其实它相当有意义 它让青少年有一个正当的活动可以去参加 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成就感 像是我以前罗夫的时候呢 我带的一个幼童军的活动 那当初参加的小娃呢 现在已经跟我一起在团里面当服务员 每当看着这些自己曾经带过的 不管是小狼小娃或是童军女童军们 可以这样子逐渐的长大逐渐的成长 自己内心也是蛮喜悦 而且觉得还蛮有成就的 另外一方面呢 很巧的我太太她也是一个童军 她是国中的童军老师 那我们也是在童军活动当中认识的 目前我们家里常常也会带一些 具有童军元素的活动给小朋友玩 因为小朋友还小 他还不能参加自领童军 所以我们会把一些有童军元素的东西 带到他日常生活当中让他们去玩 我也发现其实童军可以带给整个家庭 有不同的乐趣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 你现在还没加入童军这个行列的话呢 我鼓励你可以到你住家附近 看有什么童军团 然后就跟他们接洽 一起来参加童军运动吧 不论白天黑夜寒冬酷暑 全国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童军活动正在进行中 现在就让我们搭乘着欢乐时光机 一起回到活动现场 现在要为您介绍的是3月21号到23号 连续三天在台北市西门国小所举办的是台北市同军会 第199期幼童军募章基本训练的活动报导 这次的训练团长是林建宏林团长 上个礼拜我们有播出的是吴国基吴校长的专访 因为吴校长他是训练顾问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有播出吴校长的专访 那其实现在还有三段游戏以及一段唱跳要播出 而我是在3月22号礼拜六早上10点钟 到了西门国小的活动现场 现在就来收听这段活动报导 现在进行的是第一次团集会 正在进行一个游戏是感学训练的游戏 我们称为黑夜寄信 然后关注瑞芬他会在旁边提示他要寄什么信 然后这个信的游资就由他们各组来进行操作 然后每个学员往前在一个黑色的袋子里去摸出 等同于那个游资的钱币 里面呢就有一块五块十块五十块 纯粹训练触感 普通加挂号信 拿错 拿错了 你多了四块钱 现在进行的是下一个游戏 游戏名称是他在哪里 那游关主呢 把五个小队平均分为两个小队 那两边各25人 每个人有自己的号码 就是1到25号 中间走到呢 盖了12样物品 就是一般的文具用品 比如说修正带 订书机 胶带这些东西 然后用一个篮子盖起来 其实就是考验学员的记忆力哦 然后如果猜对就得1分哦 你觉得我讲的那个物品在哪里 请你就到那个位置 直接把它打开 看速度哦 当然是别人掀开的不一定对哦 所以伤心自己 请问橡皮擦在哪里 我知道我知道 好 两个人几乎同时 好 各得1分 15号请出来 定书机在哪里 哈哈哈哈 好都错 谢谢 2号的伙伴 钥匙圈 哦 好 这边得1分啊 他们现在进行的是快乐的工友 这个游戏哦 就是A组呢 他会说我们是快乐的工友 那B组就要问他说 你们会做什么 那A组呢 就要把那个动作去做出来哦 然后让B组来猜他们的职业是什么 那这也是一个观察的游戏哦 就是要观察他们的动作 然后去猜他们的职业哦 我人会拆来的工友 你们会做什么 他们现在进行的动作呢 是两只手合抱哦 由内往外拉 那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职业 看等一下他们怎么猜 原来答案是妇产科医生哦 就是两只手把婴儿拉出来 结果他们这个职业实在太扎 反而被倒扣一分 可是你们哦 医生哦 这样表达不太好 我们团长还是决定扣一分 耶 好来开 我们是快乐的工友 请问女人做这扣子嘛 他们现在进行的动作是两只手在 哦原来是在包水饺的动作 一下就被拆出来了 一二三 护 一二三 护 护 各位小狼 又到了 忠雄哺乳快乐的时间 请各位小狼 跟伯鹿一样 摸着你的大肚子 往前挺 跨出你的熊掌跟熊腿 待会走路的时候呢 左熊掌也要曲起 我们慢慢的向前走哦 左掌 右掌 左 右 左 右 他们现在进行的是唱跳哦 就是忠雄伯鹿舞 威律 威律 不从掌声 帮助他人 不说谎话 不怕困难 在进入下一段的活动报导之前 我们先来收听一段这段活动报导 现场的鸟叫声 那时候是早上七点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4年的3月23号 礼拜天早上七点钟 我来到的位置呢 是在新北市的乌来区的福山部落 福山部落有一个福山园营地哦 在这个营地里呢 有一个同军团正在进行活动 那就是崇散万芳同军团 正在进行一个春季露营的活动 今天是第二天早上哦 他们昨天就已经来到这里 参加的人数呢 男童军呢 有17位 女童军有8位 所以总共有25男女童军 在这个营地正在进行活动 现在是早上7点半 是他们正在动手做早餐的时间哦 就来访问几位男童军 他们刚刚做早餐的心得 我是万芳国中的谭杰 我们现在正在露营 我们刚做完早餐 昨天晚上团长分配好的帐篷 总共有6个帐篷 可是却有一帐是空的 然后有一帐集到根本就睡不着 而且他们还在里面讲鬼故事 也睡不着 觉得这次露营很有趣 觉得希望下一次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来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现在正在露营 然后我们刚吃完早餐 然后我是万芳国中的坦凯 昨天呢 我们去参观了这个部落 然后也去体验野村 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得非常舒服 陈检官好 各位伙伴招 现在是早上八点钟 他们正在进行陈检 那一边在陈检呢 他们会一边唱歌 然后等待陈检官检查他们的帐篷 或者是打扫公共区域 那我们就来访问一下 同军团的团长刘品成刘团长 来为我们讲一下这次春季露营 举办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 刘团长你好 金明你好 我想我们在重战基金会 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一直在推广的圆明文化 所以当我接任了同军团团长以后 我们就一直在努力的朝这样子的目标 所以每一年的春季露营呢 我们就是会有一个主题的活动 那我们也没有像一般的同军的活动那样子 但是我们在同军的运动的宗旨之下 让小朋友去自由的发挥 所学到在同军方面的技能 让他去发挥他的创造力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给他一个方向 自己他想要去创造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是圆明部落的一个录影活动 那我们有带入了圆明的一些元素 也请了圆明的老师猎人头目 来帮他们做一些野外求生的课程 在这一次旅行当中 我们只有给他一些符号 请他来绘制地图 再来看看这些小孩子 他所绘出的旅行地图 和我们同军所交给他的旅行计划的这些 是不是能够印证在我们平常的生活 还有他自己个人以后 如果在野外求生这方面的兴趣 提高他这样的一个智能的一个学习 品尘团长是同军分团的团长 是不是就跟我们聊一下同军分团的现况 我们目前同军分团现在有28位的伙伴 女童的部分呢现在有9位 就是差不多一个小队 基于就是现在男女平权的这一方面 我们希望男童和女童能够在互动的 连环的活动呢互相的来学习 品尘团长服务同军也很多年了 那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你的心得是什么 在一个意指而交的这一句话 让我投入了同军的运动 希望我自己能够在我工作至于 我能够陪伴这些小孩子 因为我自己也有小孩 到现在我觉得我得到很多的快乐 我希望我和我的小孩这个童年没有留白 把握这每一个瞬间 那我只是希望说结合很多伙伴的一个力量 专业知识来提供这些小朋友 最后呢是不是对我们全国还没有参加同军运动的听众朋友们 讲一句话来鼓励他们加入我们同军运动这个大家庭 童年只有一次 不要让我们的回忆成为空白 让我们一起与我们的心肝宝贝加入同军运动一起成长 那我现在先把这个表格发下去 待会路上呢小队长分工 在这个旅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 我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 训练小队中间的默契 培养小队精神 更重要的事情 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跟小狼的不一样 你们跟小狼的不一样就是在于 你们年纪比他大 而且你们更知道怎样照顾别人 所以小队精神一个叫做140041 你们在路上就是要互相扶持 看到你的左右的伙伴的状况 有任何事情以小队的方式来处理 以小队方式来进行 任何状况再跟你的小队府回报 好不好 来先把这个发下去我们准备出发 请你们分工有人做记录 有人做测量 这个就是要分为有测方位有测距离 就是要用永背词 然后方位是要用直北针 他的角度 然后还有一个要观察实地物 写实地物的那一个人就可以参考上面的图例 然后开始分工吧 你有带板夹吗 那你要观察实地物吗 不要的话就给他了 还有一个测方位的 方位的话就是直北针 然后归零以后 然后就是看他那个值的哪一个角度 勇拜词谁记得自己的勇拜词 对过啊这边对习后 指着哪里 现在时间呢是刚好早上九点整 他们到了大罗南步道的起点 现在稍微进行一个休息时间五分钟之后 他们就要分组出发 来访问一下这次小队旅行的负责官组 就是王军平王团长 请问一下他们这次小队旅行的重点 还有他们要观察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小队旅行呢 当然有一些童军基本技能的训练 包括观察 包括旅行地图的绘制 可是更重要的 我们在中间会让他们培养小队的精神 那在路上 他们也会自动自发地检实地上的垃圾 顺便进山 也达到了童军 服务社会的一个目标 这是我们每次旅行的重点 等一下我们就跟着女童军小队 一起来出发 我们跟着一起走大罗南步道 然后看他们沿途是什么 观察来绘制这个旅行地图 整个行程呢 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我们就为您随对采访 大罗南步道呢 是沿着大罗南溪所盖的步道 在步道旁边就有小小的瀑布 大罗南溪位于乌来的福山部落 是南四溪的主要支流之一 那相传呢 是当年原住民祖先呢 从桃园山清一直打猎到此 发现这个溪谷呢有丰富的猎物 所以称为大罗南 我没有特别吃 他们现在在蝴蝶公园旁边的古郡道休息 这几位女童军也在旁边玩水 然后等一下再继续他们今天的旅行 我帮你洗头好不好 好冷啊 你摸摸看吧,你腳下去啊 我幫你洗頭啊,洪萱萱 我要腳凍掉了,好可怕 鬼跳 鬼跳 好,就這樣,這樣就摸 我喜歡這樣,這樣也不錯啊 大家好,我是洪萱萱,我就讀北鎮國中 參加這兩天一夜的春季錄影 玩得很開心,我最喜歡今天的泡腳 因為天氣很熱 這個冰冰涼涼的水,很適合 我是東山國中,劉欣妍 這兩天春季錄影,我覺得很好玩 然後學到很多新的東西 然後現在我們在這裡泡腳,很冰 然後天氣超好的 我是重光女週,鴨鴨鴨 這兩天春季錄影,我學到很多好玩的事情 還有技能 我是萬芳國小六年級,蔡喬寧 我覺得這幾天最好玩就是晚上的時候在帳篷裡面 在那邊紫骸,很好玩 這是萬芳高中國中部的八年級,叫聖章姐 這是印象最深的是昨天晚上煮菜 擔任大廚,然後菜全部吃光光了 第一次這樣 我是新鴻國小六年級的曾雨虹 這次來春季錄影,我玩得很開心 也學到很多事 我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 對,晚上在帳篷裡邊一直玩 然後呢,我們很少就睡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很累 大家好,我是鳳凰小隊的隊伍,徐鳳玉 看了這些小女生 從他們國小二年級開始 他們都是萬芳國小的孩子 那有人考上資優班,然後念別的學校 那有一些人現在已經上國中 然後念了各種不同的學校 但是很開心的是,因為同軍 從上萬芳同軍團 然後把他們的心跟人都連結在一起 雖然上國中部的很多念私立的國中 他們課業壓力很大 那甚至也要考試了 但是他們覺得露營的活動 兩個禮拜一次可以跟這些好夥伴好姐妹 從國小二年級一起到現在 建立的情感 然後大家都希望這個緣分沒有斷掉的一天 只有開始沒有斷掉 那歡迎松一基旁的家長 或者是一樣有這些小女孩的家庭 因為現在都少子化 能夠讓孩子來參加同軍活動 能夠結交更多的姐妹濤 然後他們有喜怒哀樂都可以一起分享 謝謝 10點42分啊 鳳王小隊走了一個小時又42分鐘 完成了這次的小隊旅行 聽眾大家好 我是天母國中七年三半的陳冠偉 我加入從山萬芳同軍團 參加同軍讓我學習到很多東西 例如說神節 然後綠星 搭帳篷 露營等技能 所以我覺得參加同軍真的很有用 大家好 我是在新國中七年平班的陳偉文 參加同軍讓我學到很多 以前我本來是怎麼搭帳篷 還有在野外露營的時候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以及一些神節等技能 這些都是以前沒覺得 所以我覺得參加同軍是一件很好的事 我是萬芳國中七年七班的葉智亭 然後我參加萬芳從山同軍團 是因為雖然是我爸媽比我 但我也在同軍學到很多東西 學會神節 學會獨立 然後自己要負責任 大家好 我是萬芳高中七年二班 坦凱 我來參加同軍是因為為了學習紀律還有獨立 來了之後也學到了很多技能 現在時間是下午一點鐘 這兩天一夜的春季露營活動即將接近尾聲 最後他們有今天的作業 總共有四個題目 第一個就是為什麼要參加同軍 第二個是在同軍學到什麼 第三個是同軍對自己的改變是什麼 第四個是今天看到的人事物 這個作業的目的也是訓練 這些同軍女同軍能夠反思 進而學習成長 所以今天兩天一夜 從三萬方同軍團的春季露營活動 就為您報導到這邊 也許我們在這兒 我們在這兒 總共有四個題目 我們在這兒 都沒有出現 我們在這兒 我們在這兒